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在扬美有间自产自销 经营将近百年的传统制油厂 他们至今仍坚持传统柴烧和冷压榨油的方式 但古法制油的过程繁复 需经过烘焙翻炒磨碎压榨等步骤 制成将近八小时才能完成 虽然速度与产量无法与大厂相比 但是坚持少量制作 卖完再榨的保鲜方式 不但能确保油的品质 也延续了老祖先的智慧和挚油的精神 阳光穿透不超 八十年的老机器不停运转 走进这家百年油厂 可以闻到满屋子的芝麻香 一袋袋的芝麻倾泻而下 经过冷压榨油爆成营养 滴滴香醇的芝麻油呈现深褐色 淡淡的清香 没有过分烘烤的焦味 我觉得就是坚持我们的做法 做出百分之百的纯真的油品 但制油过程费时耗工 一百斤的芝麻只能制成 三十五斤的芝麻油 在讲求速成的年代 一家有着无愧的坚持 其实这个就是我 曾祖父那个时候 在经营这个油厂的时候 所传下来的东西 从日剧时代开始制油 品质获得日本人的肯定 这家扬眉仅存的传统制油厂 到处可见五十棉以上的老机器 眼前的传家宝勾起了叶家兄弟 对逝去父亲的死眼 前我爸爸都是骑着机车 到比较乡下的地方 或者是山上的地方 骑着机车去卖油 那大家看到他来了就知道 哎 卖油狼来了 从前是骑着车到处卖油 直到后来才有了自己的店面 油行成了老杨梅人地标 以前古早制油的 都叫做油车下 对 那讲通常有讲杨梅油车下 大家都知道是在这边 汤香百年的芝麻香 传承至今以第四代 叶吉正兄弟俩仍保留着 传统的菜烧方式 那时候因为马路透宽 所以那个瓦房都拆掉 对 这个应该就以前那个瓦房的 那个柱子 废弃的瓦房柱子 成了再利用的木材 这是延续父亲节省精神 而做好人坚持 在于颜外的把关 我们先自一道 先把它做一个筛选的动作 把这些杂物剔除掉 一般就是像这种荣作物 这免不了会有一些虫 对 它会在里面结乱 三选完的芝麻 要倒进炒炉炒五个小时 炒出来的芝麻 是掌握麻油味道的关键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它的外观 看它的颜色 颜色是不是有到 那第二个呢 我可能会把它抓起来 把它捏捏看 拼一下 如果说有炒到熟的时候 它捏起来 就会有一个很脆的那一种声音 用眼睛观察 用耳朵听声音 凭借的是累积十年的功夫 炒好的芝麻 略带红棕色 味道接近麻油香气 放凉降温后 要放进粉碎机研磨 增加受热面积 才能吹化更多油分 在下芝麻的时候 这个速度上 我们要稍微控制一下 那如果下太快 它直接在这边都出油了 不求快速 只要求品质 叶吉正说 这个步骤得格外小心 因为机器都是高速转动 稍不留意 就会受伤 妈妈那时候留长髮 那时候头发也是被机器搅到 被机器搅到喔 对啊 那如果说不处理的话 它整个头可能就被搅到机器里面 回想妈妈的遭遇 还心有余悸 或许是那份担心 让原本从事资讯工程师的她 十年前毅然决然回家接手 在爸爸过世之后啊 那我是看着妈妈 她又要兼顾里面的 要做油 然后外面我们是做生意 也是兼杂货店嘛 那外面又要顾 所以觉得妈妈很辛苦啊 这个油的喔 给她吃吃看啊 好 每天都炸 好 就很鲜鲜 谢谢 我认识他们很久 我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 我家常常就叫我来买 所以我常常会过来买这个买衣物 21岁就嫁进叶家的叶增粉妹 乐观的外表下 有颗善感的心 偶尔想起肺癌早逝的先生 还是有点伤感 有时候你说 看电视啊 看到我们就会想起来啊 对啊 她已经走了七年 七年多了 快八年了 半夜有没有就是自己偷哭过 会喔 会喔 想到还是会 对啊 自己要承担一切 是蛮辛苦的 那小孩子这样 一高一矮 一高一矮 真的很辛苦 肩上扛着的是 抚养小孩的重任 心里头背负的是 传纯的家业 因此不管再苦再累 叶增粉妹依然坚持品质 我隔壁阿彭会讲说 夏天那么热 你冬天你就多炸一点起来 可是这个东西 你炸多存放的也不好啊 被制油耗食 废体力必须长时间 处在四十度的温度下 不时还会被浓烟呛到 因为不舍妈妈辛劳 回家分担工作的 还有弟弟叶佳玲 我现在最主要就是 去看一下它里面的熟度 对 看它有没有过热 全部都有蒸到 对 然后它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让它的油 更容易摧取出来 蒸过的芝麻 经过高温杀菌之后 要利用风向冷却 让热气散去 接着把芝麻倒入容器内 制成圆饼状 这个步骤的硕形 是出油率的关键 之前做的都是会歪来歪去的 对 那就是没有压好 没有硕形硕好 没塞好 没怎么样 爆开来 现在塞 要出力 出力这边 然后推推推 就是手这边都会起血泡 被尼龙带包覆的芝麻 经过一片片硕形 透过机器左右挤压的力量 将芝麻的原汁榨出 这样的冷压制油 营养保存度较高 但步骤繁琐 耗费人力 将近八个小时才能完成 滴滴都显得珍贵 就像油一种东西 我们会觉得地都比较浪费 每一地都很辛苦的过程 然后就那一份情感在 因为得来不易 叶家坚持少量制作 卖完再炸 因此新鲜现炸的麻油 清澈香醇 成就了餐桌上的美味 老姜清过麻油爆炒后 原本辛香臭辣 变得温和顺口 焦花鲜脆不腻 Q弹不甘涩 鲜嫩多汁的麻油鸡汤 滋补养生 是冬令禁骨不可少的料理 老朋友 老油厂 老机器 在满市飘香的油箱里 叶家兄弟同心协力 为传全家业而努力 不变的坚持和执着 就如同炸出来的油那般 温润人心 今天